总统讲我们曾经是竞争对手 现在已经是最佳战友 所以这一夜也翻过去了 幽默地开着玩笑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新书 护国四年发表会上 轻松将过去和总统蔡英文的政敌关系 一句话带过让大家都笑了 两人接下来的谈话反而处处显得温暖 蔡英文更感谢苏贞昌在他任期八年中 担任四年行政院长 带台湾走过四大公投 百年大旱及疫情等挑战 经过这四年的合作 我终于了解说 两个个性成长的经验 还有早期生产发展不同的人 在面临挑战 而且有强烈的使命感之下 所能够发挥出来的互补的作用 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力量 这是我人生最大也最重要的体验 我要谢谢苏贞昌 蔡英文表示 在政治这条路上 与苏贞昌有竞争也有合作 而苏贞昌在很关键的时候 都会以前被身份给自己提点 也感谢苏贞昌担任院长四年 带领行政团队与总统同心协力 为国家奠定基础 让台湾的路更有方向感 更踏实 而苏贞昌则表示 这本书并不是在写政绩 而是台湾走过的挑战 苏贞昌也想借由这本书让大家知道 当大家有这个自信 有这份感情 就能够共同地把国家做好 也期待蔡英文总统的路线 能够继续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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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